秦良鋒重傷無悔轉院 一句對不起老夫淚崩 他抱著我說 爸爸對不起我 在漢光演習跳傘最低的秦良鋒 歷經40天的治療後 他今天上午辦理轉院 醫護人員小心翼翼移動 尚未把管的秦良鋒 從台中正和醫院轉到 台北三軍總醫院繼續治療 醫護人員對他的問話 他也能意識清楚 用微弱的唇語回答 移食充滿不捨 整理好一點再回來看 好 秦媽媽也隨車北上 一路上不斷幫他抬腳按摩 下午的轉院記者會上 講到這40天來 照顧兒子的心路歷程 秦爸爸再也忍不住淚水 當我兒子會想說 爸爸對不起的時候 我知道我兒子 因為他沒有怪獸到那個人 所以我說他是用感恩的心 跟我們一樣用感恩的心 來看看這件事情 也因為全家人齊心面對 互相扶持挺過 這次難關 未來請涼風還有段復健的路要走 請爸爸說 全家會一起面對 地方中心 台中報導